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都表示很期待 其实更期待的就是王俊凯那期 王俊凯在27号录制的 所以不会那么快播出 但录制现场状况 有网友已经在网上说了 王俊凯已经不是害羞的王俊凯 他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了 录制了两季高能少年团 见过了很多嘉宾 现在持续录制了中餐厅二 还是在国外 从中餐厅播出的两期可以看出 王俊凯什么都不怕了 即使自己不会发语 也大胆的用肢体语言和外国人交流 真的和之前不一样了 王俊凯录制快乐大本营 是因为中餐厅二 这次录制王俊凯明显的活跃了很多 还会各种搞笑 最大的亮点就是王俊凯放大招 王俊凯稍微有点直男 在高能少年团二中就可以看出来 何阳子部队不是很会照顾女生 比白静庭病情稍微轻一点 但这次不一样了 直接在现场对何炯撒娇 粉丝要抓狂了 纷纷表示很嫉妒 王俊凯还模仿谢娜走路 真的是学到了精髓 重点强调 王俊凯 你真的变了 在录制快结束的时候 每次有人来都是有宣传的 王俊凯是宣传自己的演唱会 不知道是哪方面的演唱会 但王俊凯没有宣传 倒是提到两个弟弟宣传了一下TFwise五周年 就在8月24日 看来在王俊凯的心目中 和弟弟们在一起比演唱会更重要 网友 中国好大哥TFwise自然很开心 不久就可以看到TFwise同况了 在录制快结束的时候 每次有人来都是有宣传的 王俊凯是宣传自己的演唱会 不知道是哪方面的演唱会 但王俊凯没有宣传 倒是提到两个弟弟宣传了一下TFwise五周年 就在8月24日 看来在王俊凯的心目中 和弟弟们在一起比演唱会更重要 网友 中国好大哥TFwise自然很开心 不久就可以看到TFwise同况了